澳門晚上新增2宗新冠肺炎 患者都是由葡萄牙經香港回澳門 累計確診個案有30宗 新華者包括一個21歲的澳門男人 今月13日由葡萄牙經迪拜到香港 15日凌晨回澳門 另一人是32歲葡籍澳門男人 是第11宗個案的微婚夫 他們去到葡萄牙探親後 今月12日經迪拜飛回香港 14日凌晨抵澳 未婚妻2日後確診 未婚夫就相隔12日後檢測呈陽性 兩個新患者目前情況一般 正是樓院隔離治療